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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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沒有 我要黑社會上關 市立 又到我們週末時段殘酷舞台了 這是生死邊緣 因為殘酷舞台的規則其實很明顯 就是如果今天被淘汰 永遠不能再建我愛黑社會這個大門 所以小朋友你們今天準備好了嗎 好了 怎麼那麼沒精神 會覺得很有壓力嗎 對 今天大家都穿便服是不是 對 只有一個穿制服的 戒靈 戒靈今天要順便提到 整個禮拜來講呢 我們有留校查看的名單 今天也列為一個紀錄 我們總共有三位留校查看 第一位 就是今天唯一穿著制服的戒靈 是的 戒靈在羅志祥這集表現得不是很得體 所以被留校查看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還有哪一位妹妹被留校查看吧 另外一個就是威威 請舉手 留校查看 平時搬上文靜的威威總是笑臉贏人 但是在運動帥哥系列中 卻因為坐態旁邊而被選為留校查看 我只能說威威啊你加油吧 三個呢 就是蘇玉 上次閃亮三姐妹 因為覺得蘇玉在上課的時候 沒有保持笑容而被留校查看 而今天蘇玉能夠扳回來嗎 我們拭目以待吧 誰能留下來 誰必須走 就要看今天各位的表現了 今天同樣三位評審 首先介紹的就是我們美之美意專家 蔡淑貞老師 各位妹妹大家好 各位妹妹的親友團你們好 會怕嗎 我好緊張喔 我被你弄得好緊張 我看他們就是連那個 打招呼的力氣都沒有 他們應該練得很累吧 剛剛在後台是不是 也不敢跟他們四目相對 對 因為他們看起來很緊張 然後每個人都戰戰兢兢的 我真的替他們緊張 我剛剛跟你講到 就覺得有點雙腿發軟 對 這個是壓力啊 你有沒有平常 如果碰到壓力的時候 怎麼要排擠 沒有 沒有辦法排擠 就硬著頭皮上 要不然就牙一咬過了就算了 真的假的 怎麼辦 怎麼辦 因為今天啊 你這個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很多小朋友都精精的打扮 然後這個儀態啊 你這邊要幫我們做一個很嚴格的評審 好不好 對 因為我覺得外型相當重要 因為外型會增加你內在的自信 對 所以你外在做得好的話 其實你的自信就有加分 好 為各位介紹另外一個評審呢 就是在綜藝界有賓拉登之稱的 黃玉申先生 剛剛有注意我們節目動向嗎 其實我每天都準時收看 在看著當時情況是怎麼樣 我都看那個晚上半夜重播的那一場 然後習慣喝兩杯 為什麼 然後那個就會有感覺 很像很像在 夜店的感覺 我沒講 會有自己的感覺 是有注意妹妹的表現對不對 對 就是說 我覺得 國內有這樣的節目非常好 提供這個 想要往演藝圈發展這些女孩子 一個 一個原地這樣子 對 所以我也很榮幸今天可以來 真的來現場看到這麼多妹妹啊 因為我記得上一次看到是在 大富豪吧 什麼大富豪 講話 明確好黑暗喔 要不要考慮一下吧 因為綜藝兵拉登呢 他躍人無數啊 做過很多節目 包括 最瘋狂的TV搜查線 也是他一心策劃的 歡迎了 綜藝兵拉登 黃玉申先生 謝謝 接下來歡迎本公司經紀人 也是 夏依 夏依這也不是有一個風波 他說半個圈內人 蚊子 大家好 同學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同學朋友大家好 妳也算是嚴格嗎 妳自己認為 哇 其實之前有一次出賽 就有去當過評審 對然後 我只能說大家盡力表演 那不管好跟壞 至少你們都盡過全力了 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如果要大哭 也至少是表演過 然後站上過這個舞台 然後也讓大家看過妳的表演 妳講得比較內心層面 對 因為其實我真的很替他們緊張 對啊 相信他們也準備了很久 而且剛剛主持人也有講就是 一被淘汰就永遠沒辦法再進這個門 對 沒關係我們還有別的節目 還有 別的經濟哭 還有是不是 加油加油 對啊 其他節目我就不能保證品質 如果落在賓拉登手裡的話 空 好啦 謝謝 恐怕是一股清流啦 好不好 反諷的感覺 好啦 妹妹準備好了嗎 好了啦 歡迎第一位紅獅請出列 在班上公認漂亮寶貝的紅獅 今天會帶給各位觀眾 什麼樣精采的表演呢 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往下看 就知道囉 大家好我是阿洪詩涵 然後今年17歲 身高165 體重50 那我的興趣是唱歌和跳舞 今天我要帶來的就是跳舞 歡迎紅獅帶來精采的表演 歡迎 Gotta yellow point is tricky slow Grandmama girl is trying to suck my soul 表現不俗的洪士 將會受到嚴厲評審老師的稱讚 還是批評的 我們趕快來聽聽看吧 第一位通常是壓力會比較大的 對不對 我覺得就壓 有壓力的狀況來講 他的表現我覺得是 比OK還要再OK了啦 已經很棒了 我有點驚豔的感覺 對 那申哥 你覺得呢 我覺得表情要加強 你不夠自然嗨 你知道嗎 剛剛還是有點卡嗎 對 有一點緊張 我覺得你表情不夠融入你這個舞蹈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舞跳起來 感覺沒什麼賣點 你懂我意思嗎 你是從綜藝 或者你要的東西來看 對 今天如果是我的節目 你這樣表演 我會再要求你再去排好再來 那當然因為今天製作單位 有跟我說是 比較沒有那麼多練習的時間 但是譬如說我講的賣點是什麼 你今天準備這段表演的時候 你要想到你裡面最特別的是什麼 你今天跳這段舞的時候 你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那這就是賣點 這樣 所以我剛才看起來就是一般 就是可能 中正紀念堂 也有人在跳 大概大概 大概就是這樣 但是就是水準 就這樣 好 來我是 因為我剛剛看是 比較從Monitor去看 那重點真的就像真哥講的 就是藝人在台上表演 就不管你是新人還是老鳥 表演的東西真的要有特色 那我是都直接從Monitor去看 他們不是拍你的特寫 就是拍你帶狼 所以你的一些表情啊 包括動作上面 既然要跳 就要跳出那個力道 那 而且他就是街舞的東西 所以就是 要比較 動作要比較大一點 不管你以後到哪裡比賽 都是希望你可以幾乎的重點 謝謝 同事算不錯啦 給他掌聲鼓勵 接下來下一位 水